歡迎收看 1700新聞大白話 我是謝澳洲 今天特別來賓是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哈囉 大家午安 新年好 大家最喜歡的冰哥 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現在還有新年好 要了 快要過年了 大家都在講說這個新年禮物 大家都覺得很皺眉頭 因為昨天這個桃園醫院的事情 大家在昨天禮拜天的時候 售價的時候心情 本來就已經有點沉重 但是聽到指揮中心 宣布這個事情之後 一連串從下午開始 大家就已經非常恐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1月12號醫護情侶確診之後 1月13號當時是有個消息說 希望可以採檢全院2500人 當時就說人很多了 但是隔天可能怕說 不用這麼負擔那麼重 就變成說第一圈安全 400人就夠了 可是後來事情演變到1月24號 下午2點 昨天告訴大家 病患跟陪病家人 中午到晚上並沒有新增的病例 怎麼會一口氣從1300人 一口氣增加到5000人 大家納悶 這中間轉折到底是什麼 蘇惠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從1月13號 大家如果還記得 1月13號當只有這個 最前面那兩例的時候 陳時中部長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醫院都已經做好消毒 跟這個後續的處理 所以這個不幸中的大幸 沒有擴大這個隔離的必要 那時候他想怎麼樣 那時候他只想繼續營造 他這幾個月來的天下太平 這幾個字 不斷的在迷信 零病例 零病例 所有我們初境被檢查到的 都說是別人驗的不對 別人技術不好 然後即便像這種事情發生 他都要說就這樣子而已 醫院都處理得很好了 這叫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想要企圖去說 把這件事降到最低點 為什麼 因為不逃醫院 聽他的名字就知道 他叫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他是直屬桃園 直屬衛福部所管轄的醫院 結果10天之後 陳時中告訴我們 事態嚴重 我們沒有辦法等了 於是大規模的匡列隔離5000人 讓許多桃園市民 或者是病患 或者是病患家族 或者是陪病者 沒有一個好年可以過 整個桃園市也過得心驚膽跳 這裡面到底出現什麼事情 什麼轉折 衛福部在這個過程裡面 少跟我們講了些什麼 其實很多專家 尤其是感染科的醫生 在這10天裡面 都不斷的去提醒陳時中說 第一個 你桃園隔離的人數太少了 第二個 你應該第一時間 就要全院的醫護人員 去進行採檢 但是這兩個建議 陳時中都沒有做 結果昨天陳時中才坦承說 我們一開始的定義太少了 桃園的人數太小了 然後大家才知道 在上個禮拜大家才知道說 你不給醫護人員 全院去採檢沒關係 結果你自己感冒發燒 你就自己默默的採檢了兩次 所以到底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的標準是什麼 這是衛福部直接管理的醫院 結果他有沒有疏失 到現在衛福部 沒有給我們一個清楚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讓人家擔憂 是因為原本你信誓旦旦覺得 像以前分成王立宏 這個三區 綠區裡面 看起來完全不應該有事的 居然確診了 所以你昨天告訴大家 所以你必須要擴大隔離 可是我也很納悶 為什麼5000到了今天 變成是2991 這個很像以前我們小時候 買唱片有沒有 紅標加綠標 299 怎麼樣就不讓你到300 這個數字 那2991又是怎麼來的 怎麼跟昨天的狀況不一樣 數字一變再變 1300 5000然後變成299 這個數字到底怎麼轉變 大家很好奇 不過我們先來聽一下陳時中 前後落差轉彎他怎麼說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跟 所謂的確診醫護接觸 所以才會列在所謂 自主感染綠區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會不會 針對綠區的部分 有一些調整方異作為 譬如說可能 每一個等級 都有每一個等級的管制的方法 只是每一級在紅順裡面 管制比較嚴 所以會做區域的這樣等級的改變 那這樣我們就執行起來 這一貫性會比較好 一次在整個到出院的患者 都列為以紅區的處理方式來處理 那而且我們現在還更加的範圍更大 出院之後 那家裡的同住者 他們的風險 如果有的話 那風險可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戶一戶的 這樣子做居家隔離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警訊出來了 那我們應該做一個更完整的 防火牆 好 現在又從5000人 變成2991人 到底夠不夠 很多專家 包括新光醫院的 內科部的主任 張常仁說 探病 陪病者 藥商 送貨員 你這一些都很難追蹤 你可能成為一個潛在的破狗 另外還有包括這個染疫醫院裡面的人 有一些很自久 就是838 他根據有人的轉述說 奇怪 我已經防護都已經做得很好 我到底哪裡出問題 我聽到 這個是856嗎 我聽到其他醫生也有一些說法 說我們已經做好全身的防護 怎麼還會發生這一個疏漏 那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說你已經做好全身的防護 還會有疏漏 那是不是醫院在做疫調的過程中 不是那麼精準 我現在再轉述幾個 因為蘋果日報也有個獨家 他說有一個跟這個 他的家人是桃醫的醫護人員 他跟案838 他接觸沒有超過15分鐘 因此他第一波 就沒有把它算在疫調的 匡列的範圍裡面 可是就是在同一個單位 然後我們自己同業也有一個狀況 他說他跟第二個確診的醫生 是同一個病房區 不是同一個樓層 是同一個病房區 但是他是上大業班 所以當時他自己發現說 擴大這個要隔離的時候 他自己就去乖乖去隔離 但是他的家人 到現在都還沒有接到通知 當然我有留言跟他講說 你可能要自己去撥打 這個專線電話 也許他們來不及匡列你 但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擔心說 你擴大到5000人 後來變成2900多人 這中間的匡列 還有這個隔離 到底有沒有落實 其實我必須講 你看為什麼會從1300 到昨天傍晚6點多的時候 報聲變得5000多 然後今天又變成說 到目前為止追蹤 是2990幾人 那其實這告訴我們一個 什麼訊息你知道 就是其實防疫指揮中心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其實他根本不曉得 他就一個一個去追看 能夠接觸到多少人 那當然難免 因為也有醫師已經講過了 你現在要把什麼陪病藥商 送貨員 甚至搞不好有那種 外送快遞的什麼 都跑到醫院去也不曉得 那這麼多人有一來來去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那一位醫生 他一開始連三天前 他去過那裡都不記得 那這個已經多少天了 從1月6號到19號 這麼多天的時間 我到底有沒有去過布桃 我大概也不見得想起來了 那很多人恐怕都不見得記得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恐怕出漏是難免的 所以他一開始會列的比較多 那現在慢慢一個一個去找 我覺得數字上會有差距 是很正常的 那實際上到現在 台北市跟新北市 都還不知道自己到底 要被曠列多少人 都不曉得 新北市只是預估 我們應該四五百人跑不掉 那台北市說 目前已經知道大概四十幾人 因為他們的說法是說 到現在中央還沒有通知他們名單 對 中央都沒有給他們 一個正式的名單 所以他們也不確定到底多少 所以這一切都是 非常混亂的一個訊息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因為一開始 就覺得說事情沒那麼嚴重 所以把它本來應該照理來講 要立刻全院篩檢的就不做 就一定要縮減到四百人 結果到最後出現一個一個破口之後 再一個一個去追著補 其實防火牆的概念是這樣 在事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或者是事情開始要蔓延的時候 我現在外圍先堵一個防火牆 那就會堵住 可是現在我們是相反 現在是已經被他找到破口出來 我們重新要回去七牆 其實講這個我不得不補充一件事情 我覺得防疫這件事情 沒有小洞跟大洞 只要有洞就必死無疑 可是陳時中一直跟我們講說 包括838的時候 那個噴箭 有個小細鳳 百密必有一書 沒有大洞 小洞的差別 有一個洞大家就死光了 然後現在又告訴大家 昨天已經綠區已經出現了確診了 你還說小細鳳 就永遠都是小細鳳 是啊 因為我必須講一個 很簡單的 對 我們人類看起來 是個小細鳳的人 你知道對病毒來講他有多大 你想想看就知道了 所以這根本很好笑 而且現在我覺得最糟糕的就是 他很難匡列的就是 因為889 890到現在 第一個 這兩個 他的感染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 然後他又是綠區的 綠區照來講 本來應該不會有人中了 那為什麼會有人中 其實這代表什麼你知道 整個疫情我抱歉 我必須很老實的講 至少在布桃內部 其實疫情已經失控了 那我們現在希望就是 不要讓它再往外 蔓延得太厲害 盡量能夠把它圍堵住 那我也希望 現在事情已經發生 再去講太多也沒有用 大家就是盡量配合 然後盡量自己提醒自己 如果那幾天 1月6號到19號之間 有經過布桃附近的 我覺得你都跟 防疫主委中心聯絡一下 大家這樣比較安心 不過布桃現在也發生 另外一個聲音 我想請教淑慧 現在有一個新的新聞說 1月9號布桃醫院 有100多位中高階的主管 他出席高友富士酒廠的 午餐餐會 但是這一天剛好 也是838發病的那一天 當然有人講說 在1月9號那一天 還沒有這一個新聞 沒有本土的確診 可能這樣子人家 會如常的生活 可是也有人講說 可能現在疫情升溫了 回過頭看的時候就覺得說 你畢竟是專責醫院 而且當你底下基層 在那邊拼死拼火的時候 你在那邊打小白球 你怎麼看這事情 當然其實這幾個月 醫療院所裡面 有的確實已經鬆懈了 我就曾經舉我自己 親身的經驗 我上上個禮拜 也就是在布桃發生的前後 我剛好也因為有一些檢查 我到了中央隸屬的 醫學中心 大型的 大家知道我們從疫情之後 進醫院都要實名制 登記你是來幹嘛的 陪病的 看病的 或者是來探病的 但是我進那個醫院 我剛走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沒有人要來問我 怎麼沒有人要來給我量體溫 不會 他們都知道你是誰 不…那個醫院人很多 那種大型的醫院 大家知道進進出出 我們每個人又戴口罩 是誰都要登記 跟你是誰沒有關係 然後等我這一棟進完以後 我出來換另外一棟 進去 又是這樣進去 我又傻眼了 來來回回 我總共去了三次 三次都沒有人問我是誰 分不同天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防疫是有問題的 因為像我如果去 台北市立仁愛醫院 到現在我帶我媽媽去 進去我們兩個健保卡 都要先實名制 一個判病的 一個陪她來的 因為這樣你才有 當初次的時候 你才知道有哪一些人 進過醫院 才能去疫調 對不對 那今天布陶醫院裡面 一定有所謂的 行政管理的疏失 又或者是我們不知道的疏失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的說 因為台灣不是剛開始 面對新冠疫情 大家只要看800多例 台灣很多醫療院所 都已經處理過新冠疫情了 為什麼別人都沒有發生這種 院內這樣子的蔓延 大家想想看 裡面的醫生 護理師 看護病人 全中了 全中了 你告訴我院內裡面沒有蔬師 每一個人都穿得好好的 每一個人都隨時消毒 那怎樣 病毒是無孔不入到這個地步嗎 其他醫院怎麼沒有出現 現在又傳出來說 在那個期間 醫院的中高階主管 去打高爾夫球什麼的 當然我們不要事後諸葛 或者去獵巫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人家還那麼辛苦 可是問題是 這是不是凸顯 布陶的主管 在行政管理上面 確實有蔬師 他覺得天下本無事 都已經太平了 大家不要忘了 1月9號的時候 就算沒有爆發這件事 布陶內部是有在治療 新冠疫情的病人 當下是有病人 所以行政管理有沒有蔬師 我補充一點 還有抽冬專案 對 行政管理有沒有蔬師 到現在 衛福部沒有給我們調查 只是不斷的列屋 誰只要質疑 他就要說 不要這樣子誣蔑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很辛苦 沒有錯 就是因為醫護人員辛苦 所以每一個環節 更要好好把關 如果有管理層級的人 疏忽了放鬆了 這個行政管理 或防疫的管理的話 導致醫護人員承受 更大的風險 這個人必須要揪出來 不是讓那些醫生去內疚 而是這些行政管理的人 你們在管理上面 到底有沒有鬆懈了 所以那更有沒有可能 有一個狀況就是 1月9號那一天 就是出現漏洞的情況 那一天所有中高階 他應該要好好盯著醫院的 這一些人去打球 這個會不會有一些關聯 其實這代表 布陶醫院出現一些蔬食 早在1月9號之前 只是1月9號被驗出來而已 所以你看到布陶醫院 這些中高階主管 他們是怎麼在過生活的 我們要照常過生活 年底到了 大家去聚個餐 去打個小白球 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都零病例嗎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半年來 從上到下一直在營造一種 天下太平 大勢化小 以至於說這一些主管也好 陳時中七八月的時候 就迫不及待跑去 小巨蛋唱歌說 快送一下 那你怎麼能怪布陶醫院 這些主管去打個小白球呢 對不對 因為從上下下都是這樣子 那現在出了事以後 就是把一般民眾 隔離...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 防疫如作戰 當然我們不需要 永遠繃緊神經 可是問題是 如果這一些有管理權限的人 這些主管自己都鬆懈了 那才是防疫最大的危機 如果大家還不知道 案889到底有多恐怖 這張圖就一目了然 在昨天中午12點 下午2點之前 布陶醫院的狀況是這樣 在他的12樓跟10樓的A區 都還是綠燈 綠燈是什麼 就好像紅綠燈一樣 你可以過馬路都很安全 不會有任何的狀況 可是2點突然宣布告訴大家 這個案889 也就是退休老師 還有包括他的家人 兩個人確診了 他們待的就是在12樓 就完全應該是綠燈 講得比較血淋淋的就是 你在綠燈的時候過馬路 然後被人家車撞到了 那種感覺 所以他一講之後 不得了 就變成全部12樓也列為紅區 那之前主要是這個案838 第一個醫生 他是在7樓工作 但是後來傳給6樓的護理師 他10樓的時候跟其他的醫生 只是見面討論了病情 結果就傳給10樓醫師 那最妙當然是9樓 9樓他因為路過去幫一個病人 說幫他抽積水 結果包括10樓到6樓全部都中了 現在又多了一個12樓 好 昨天後來到了晚上8點 告訴大家 我們通通列為紅區 但是有一個例外 也就是11樓 11樓是負責什麼 11樓就是他的護理之家 現在大家好奇是護理之家 他是VIP嗎 他在這個醫院裡面 有自己獨立的電梯嗎 有獨立的進出嗎 他可以完全跟其他的樓層 沒有關係嗎 因為有個很大的問題 12樓這個地方 他當然也都是沒有任何 其他接觸的管道 現在大家懷疑是電梯